预备 报告 平隆狮子乡障碍闯关文化系列活动 在烈日下热闹展开 吸引30个队伍报名参加 主场地有4个关卡 第一关就有跨栏、爬网、七弹枪、闪障碍物 第二关是陷阱区 团队必须完成捕捉山猪的陷阱 考验参赛者传统狩猎技能 以及团队的合作精神 很少部落会有那种成年理事来教你做陷阱 或者是教你一些打猎的东西 所以能够让现在的后代的年轻人去尝试一下 人家以前他们怎么去打猎 或者是他们怎么去扛山猪 接下来第三关 参赛选手要用毛直射山猪 拳斗射中后来到最后一关 就是队员合力将模拟山猪重量的沙包 快速的背到终点 考验队员间的默契与耐力 沙包是蛮累的 这个比赛就是耐力跟力量的一个表现 也同时展现那个团队的一个团结的气氛 你看 这个活动是办得非常有意义 我有一个期许就是要恢复传统文化 记忆 但是我用障碍闯关系列活动 来用我们自己的特色承办这个活动 但这个活动的原有就是从马里巴狩猎祭开始 狮子香过去也承办过类似的比赛 马里巴狩猎祭 2009年办理后成为绝想 但狮子香运动发展协会认为 这样兼具文化内涵 及团队合作的运动竞赛应该延续 成为狮子香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活动之一 很喜欢巴狼屏东狮子 尝不到